大家好,我是Anna Thany 香港的女生一定會化妝 但在什麼場合化什麼妝,你知道嗎?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見宮妝是怎樣 首先會拿一個底膜 如果這個天氣的話 建議見宮的時候 一定要用全體控制底膜 原因是見宮的時候 我們不想整個臉油倒倒的時候去見宮 老闆看到就… 好,簡單的,先在臉上點五點 原因是點五點的時候 跟一間下的濕粉的道理一樣 是均勻地推開,也是米字形的 你看到中間點後向外推 就不會一塊塊,是均勻很多 其實下這個底膜之前 其實已經幫模特兒打了保濕底 塗了一些護膚 例如爽膚水、眼霜、面霜 都偏清爽的,因為現在都是夏天 買一間的濕粉都會貼很多 好了,接下來就到濕粉了 濕粉我自己會選一些水潤感滅重衣 又不黏,選一些清爽一點 不要太厚身,盡量選泵妝 或者牙膏偏的外殼也可以 這兩種質地就會適合天氣用 選顏色的時候,盡量選近頸色 不會塗出來的時候 不用煙漾面,太重要 有些現在的時候 有些女生都會選擇 可能白了一點點 自己會很喜歡的 但是人家看到的時候 可能覺得,咦,兩支顏色 也有補救方法 我之後再告訴大家 選擇的時候 可以試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看到跟頸的顏色 是不是真的差不多 看上去自然舒服的就可以了 這個顏色就適合模特兒 我們繼續還原基本步 就是點班五點了 然後繼續是米字形推開 而且這裡有一點提醒大家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米字形推 就是會不會一塊塊… 你看到現在顏色會明顯一點 顏色就未必會這麼明顯 顏色 對了 就算重手了,在旁邊拉開 就不會看到一些拉痕的痕跡 提一提,用這個波波去掃濕粉 或者是皮膚也好 其實輕輕就可以當自己的皮膚 像嬰兒一樣 不要太用力 這樣就會弄傷,拉到有紋子 對了,也是繼續的 你看到呢,其實看不到 平時有些女生都會問我 為什麼沒有狠的 為什麼我又會拖到一條條粉 就是方向和份量都要控制 如果有些女生說 有些痘痘的問題的時候 我建議是印的方式 但是方向都是一樣的 如果偏紅這些鼻子位 剩下多餘的濕粉都可以多印 如果用遮瑕膏的時候 就不用太多 但是感覺是自然的 但又能遮瑕 加一些位置 濕粉就塗完了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遮瑕膏 好,畢光我已經幫她準備了 遮瑕膏顏色 其實就盡量選自然色 就是鋪在她眼睛上面 現在 模特兒都半身皮膚很好 眼仔就通常都要有症有症 選擇的顏色 其實都是盡量是 蓋上皮膚顏色 自然的 這個量就不用拿很多的 少許就可以了 設計就不要一次過真的拿太多 對蓋了就一塊塊粉了 還有眼位的話 盡量選一些質地比較 是水分重 又或者液體的遮瑕膏都可以 那就沒用了 我更容易會見到那些紋仔了 還有妝感會比較甜一點 還有留意這些位置 鼻子、鼻翼這些位置 通常我們都忍不住 手多多的時候 就會接到一些紋印仔 或者是… 來了 一些偏紅的 我們就遮一遮它 好,到碎粉了 碎粉的時候 拿一個量 我們要注意的 好,我們會結… 我自己的平時做法也會是 對了,躺一躺在殼上 我自己的顏色 我自己也會選擇自然的 是否滾在桃上 然後上班試試躺一躺 我自己就很建議 就是滾的方式去上粉 因為如果真的壓緊下去的時候 那個妝的感覺就會比較厚一點 夏天的時候就會感覺就是… 很厚妝、很濃妝的 見公仔感覺就不太好 好,好,好,好 最基本上呢 我們也有三樣的法寶 就是眉筆、眉測和眉掃 可能自己化妝的時候 也未必有很多支眉筆 除非好像化妝師 或者有些要求高一點 一定有一支是真的 對了,我們就開始滑眉了 眉頭、眉封,眉尾都在這裡 對了,眉頭就是鼻頭這個位置對上 是的,可以… 眉封的時候就是鼻去到眼後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眉封 眉尾就是這個位置 去到眼尾,對上就是眉尾 我們就順著畫 所以模特兒本身就已經有做了一條很美的味道 但如果還未做的你的時候 也可以跟著這個方法 就是輕輕鬆的 還有建議下眉筆的時候 就一筆一筆下,就不要太大力 一拍就滑過去了 還有注意力度,就是輕增的 出來的感覺會比較軟一點 有些朋友就說,我還未做眉 我現在是好像雜草一樣的時候 不要緊的 可以找專業的化妝師去幫你修眉頭眉 或者現在很多化妝的卡塔 都有修眉的服務 那眉刷,其實這裡也做一做 眉刷的時候,可能我們真的錯手了 掃一掃它的時候 就會減淡顏色 還有可以做一些修正的 好,那畫完一條對稱的眉之後 其實我建議都是選擇 親自己的頭髮顏色的眉椒 去改一改那個眉的顏色 原因就是我們的亞洲人 我們通常的頭髮其實一定是黑色的 好,如果黑色真的做黑色的時候 會讓人感覺很兇,或者很酷 改一改的時候,看來感覺比較隨和 感覺比較容易相處 見工的時候,老闆就… 順著方向 有些眉毛的時候,可能多了打光的時候 都會疏整齊 讓人感覺就整齊,乾淨,你拿一點吧 眼影方面,建議用淡淡的顏色 如果太閃,太光亮那些 其實都在見工的時候 都不建議塗在眼上 今集我選了,比較可愛的 但又不會太…看起來很粉紅的顏色 會比較自然的,一點蜜桃橙 就給模特兒 你看,可以塗在眼上一點 但又不會塗光的 拿粉的時候,都建議在旁邊拿 就不要直接拿,就會拿粉 這樣就塗上去 然後輕輕掃一點 我也不建議太過重手 因為如果太濃妝的時候 老闆可能以為我們去了淡淡的 就是簡簡單不簡潔 有一點點顏色,其實都可以了 現在夏天,都建議眼線方便 用防水防油,就不用怕會變成熊貓眼 現在試試吧 建議畫的時候,在中間位置 起筆線的 中間位置起筆線的好處就是 不用怕一次過失手的時候 從頭到尾都滑得很粗 重複在眼的位置的時候 舉例,現在這裡起筆的時候 這裡會第一筆 第二筆的時候 就在眼頭到尾都會拉到中間的時候 都是中間這個位置會厚 不用怕,一失手的時候 在眼頭已經看到了 中間厚一點都可以令到 看上去眼會是精神一點 還有軟一點的,軟一點的 眼線有個位置都要看一看 就不用過分畫得很誇張 或者過分地在剃 原因是,如果按隔的時候 會好像很誇張 又或者會比較兇的時候 見工的時候都是不適合的 反而我會見一間眼是自自然的 感覺已經很足夠了 那眼影方面,其實你見我 都不會選一些很誇張的 都是選一些隨和的 因為在眼線和接下來的節目 分享部分的時候 那個才是重點,再看下去吧 節目方面,都是建議 肯定選擇防水和防油 這次模特兒的時候 看到她的節目是不太濃密 而且如果增長一點 我覺得會更加好 所以濃密和增長 我這次選了增長給她的 增長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選梳形 模特兒來吧 好,慢慢來吧 我建議化妝的時候 自己都是拿在鏡頭 可以向下望 刮眼線的時候 和護膚都可以 塗護膚時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拿著鏡頭向下望的時候 同樣都可以做到我現在這個效果 拿著絕毛那些 現在的目標有這個效果 到中間部分 然後到左邊側一點 你看我的睫毛怎麼會打斜 就會從頭到尾每個睫毛都會夾到 會做到每個都很均勻 有拉長的效果 如果你想你的睫毛比較濃密 可以選擇刷頭的睫毛液 同樣在金布的時候 耳質型打的時候做到農物的效果 到胭脂方面 我建議可以重手一點 重手的意思是被人看到 因為很多女生都說想自然一點 其實自然都要加胭脂 因為塗一點已經很精神了 我自己會建議塗在蘋果肌 尤其要注意胭脂在上面這個位置 千萬不要塗在這個位置的下面 如果塗在蘋果肌的位置 視覺上會有提升的效果 好, 現在看看模特兒 兩邊面的時候 我們這邊塗在胭脂的位置 其實你會特別明顯看到 飽滿和提升的效果 和精神很多 但另一邊就反之逆現了 對, 看見了 而唇色方面 我建議選一些自然有精神的 有顏色的 塗在嘴唇上會整個感覺會更精神 看見的時候 老闆也會開心很多 對了 對, 我這次選了Gloss的 少許銅紅色給模特兒的 選Gloss的感覺就會更硬 和有活力 如果太紅或太濃烈的時候 我都不太建議 太紅的時候 會讓人感覺很誇張 對, 見工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自然而望內 精神就夠 但如果太濃烈的時候 有些讓人感覺 看起來好像很不舒服 見工還是不太適宜 妝就放好了 祝你們好運 支持我們的專業 下次和你們分享 拜拜